手机品牌大厂推出了新一代的折叠智慧型手机 那这一代依旧是话题满满 像我手上这一只折叠新机相较它的上一代 它的封面荧幕直接大了3.78倍 三星推出第五代的折叠机 Z Flip加大了封面荧幕 操作更多功能使用 看影片回复讯息都可以 而新机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采用新型的转轴结构 从侧面看 折叠手机上下荧幕已经几乎没有缝隙 研究机构它大胆的预测在2027年 折叠市场可以突破1亿只 其中有38%会是在600块美金以上的高阶的折叠市场 所以我们对于台湾的消费者 对于折叠市场的需求度其实是一样的 新机在韩国推出价格比上一代贵了台币2000到3000元 台湾价格则尚未出炉 外界分析价格将影响换机潮动能 外媒报道三星预计将推出平价的折叠机系列 来提高全球智慧手机市占率 近两年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价格一直在往下修 那包括像以折叠手机的最低价位 基本上已经切入到一般手机的一个领域 那对于消费者来讲 它的一个选择的一个门槛 它的心理的一个门槛就会降低不少 受通膨等因素影响 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尚未明显回温 不过台湾三星表示 对于新机的市场反应 仍具有信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曾鲜敏 台湾台北报道